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的 4200万令吉SRC国际公司案 刑事案部分已经定罪 但民事起诉的司法站还没开始 吉隆坡高庭已经责定两年后 也就是2025年1月 开庭临审SRC公司入禀的失信诉讼 起诉方SRC和子公司 甘丁安曼塔利私人有限公司的代表律师 向媒体证实 高庭司法专员拉扎莫·莫扎努丁 今天在线上案件管理 则定临审日落在1月13日到2月26日之间 高庭也则定8月4日再次进行案件管理 SRC是在2021年5月 入比民事诉讼 起诉前名誉顾问纳吉和6名前董事 在处理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提供的40亿令吉贷款时 涉及失信和违反法定职责 文化 情务员退休基金局 豊带 上 sam 卖 清 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